哈利利亚,各位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平安。 感谢主在我们灵恩会这属灵的节起,也是安息日另外的灵意安息的应许。 在礼拜五下午,我们一起聚集在会堂,来聚会敬拜神,在灵恩会的这个属灵圣宴里面。 我们借着圣经的真理,让我们来分享勉励,使我们属灵的生命能够更加丰盛。 迎着圣经当中,真理这个属灵的粮食,让我们灵性得着饱足。 今天下午,小弟用两种门路的比喻,和我们彼此来分享。 主耶稣在世传福音的时候,常常用比喻来阐明天国的真理。 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来讲道。 门徒事实上他们不太了解。 为什么主耶稣这个讲道呢?要用比喻。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 马太福音第十三章。 十三章,我们看第十节。 这是主耶稣讲了撒种的比喻之后。 门徒聚集在耶稣这里来。 问耶稣。 我们看第十节。 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 第十一节。 耶稣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 在这里,主耶稣跟门徒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不叫他们知道。 主耶稣用比喻来讲道理。 主耶稣这样的回答可能会让我们误解。 主耶稣好像文艺将这一个天国的奥秘来向众人显明。 早上,早上陈传道有讲道。 这个奥秘呢,对这些不相信的人来说,他们是无法理解的。 但是对于追求认识真理,认识神的人来说,这个奥秘就不再是奥秘了。 他要叫我们知道。 所以主耶稣接下来就这么说道。 那个不相信的人啊。 虽然看是看见的,听是听见的。 心里也不明白。 即使他们这一个看见听见。 因为心蒙了有止。 他们也没办法明白天国的奥秘。 读读那一个明白之后,心里回转过来。 他们才能够真正听见天国的福音啊。 所以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事实上我们都是神所拣选的儿女。 因为我们已经听见了,我们已经看见了。 所以我们被神称为有福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看主耶稣,听主耶稣所讲的这个天国的福音。 主耶稣用比喻来阐明。 我们理应很容易就明白了解。 并且从这天国的福音里面去得着应许的福气。 那主耶稣开始传福音的时候。 他到山上去。 我们常常说这是主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 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 这一段一直都是在讲到耶稣在山上所讲的这一个道理和勉励。 那早上乘传道也谈到。 不是那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能够进天国。 乃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 所以我们今天要如何能够进天国。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 主耶稣在论许许多多的道理之后。 他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 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才能够进入天国。 我们一起看马太福音的第七章。 第七章第十三节。 七章十三节。 十三节。 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道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十四节。 引道永生,那门是宽的,路是小的,早早的人也少。 这里主耶稣用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来告诉我们。 天国路,他的一个特质。 主耶稣他所讲的比喻,可以分成好几类。 其中,我们像两种门路这种比喻。 我们可以称它为名誉。 很明白的,就能够懂的这个比喻。 有时候,他会用暗喻。 比如说,主耶稣讲了那个新旧南河的比喻。 那个新旧,这个新皮带和旧皮带。 新衣和旧衣。 他讲的是一个现象。 但是要了解,必须能够要从上下文,以及耶稣要传达的这个讯息才能够明白。 所以,比喻分作很多种类。 那主耶稣所讲的这两种门路的比喻。 他首先就告诉我们。 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 他说到你们要。 就是代表你们要做正确的选择。 才能够到达神所应许的这个永生。 一般我们称为人活在这个世界。 就是一个生命的旅程。 从出生开始。 成长的过程,我们就是在走一条路。 有一些宗教认为人生啊,就像一个苦海一样。 是充满很多挑战的。 所以啊,要回头是岸。 意思就是说,在这一个茫茫的大海里面。 找不到方向。 要回到那一个原来人出生的这个地方。 当然圣经也是有这样的比喻啊。 就像这个浪子的比喻一样。 他远离了父亲。 直到他受尽苦难。 他才想到,原来在他父亲的家里面。 是有丰盛恩典的。 直到他历尽苦难之后。 他才知道,他的父亲有多么的爱他。 他立志回头的时候。 他发现,父亲早就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他了。 当然这是比喻的另外一个方向。 但是在这两种门路的比喻里面。 在道理上面,可以给我们第一点的思考。 就是神要我们做一个正确的选择。 因为在我们一生的路程里面, 我们常常说,我们是走一条天国的道路。 在这一条道路上面, 我们常常会面对一些抉择。 到底要往右走,还是往左走。 那你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选择。 所以这里呢,主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进窄门。 因为窄门小路是通往永生的。 宽门大路是通往灭亡的。 这是很清楚的比喻啊。 但是你要做正确的选择啊。 所以神祂造了我们人类之后, 事实上安置在祂所创造的伊甸乐园里面。 当时神就给始祖亚当夏娃一个自己选择的权利。 神告诉亚当和夏娃说, 圆中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吃。 独独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 因为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啊。 但是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 那个神恩典的道路这么样的丰盛。 圆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啊。 只有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吃。 但是始祖亚当夏娃却接受了撒旦的诱惑。 他们做了错误的选择, 以及以至于罪就入了这个世界啊。 所以神从头到尾给我们人就是一个自由选择的意志。 我们现在虽然已经选择了这一条得救的道路, 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 我们也称为神的儿女。 但是主耶稣不断地在吩咐我们。 我们要选择那往永生的道路, 要做正确的选择。 所以神从头到尾都没有改变。 虽然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了, 那神将他们逐出伊甸乐园。 那最终的这一个始祖, 在罪里面,他就接受了罪的一个咒诅。 但是神没有因为人犯罪就对人放弃。 我们这一次就谈到了这个救恩的这个应许。 自从始祖犯罪以后, 神借着他救恩的应许, 一步一步地带领我们。 从拯选他的选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到后来神这个拯选了摩西。 要将以色列选民从埃及拯救出来。 并且借着摩西颁布律法。 期望这些选民能够按照神这个律法的诫命去行。 能够得着神的应许。 所以当摩西呢,再次重生诫命的时候, 神告诉摩西, 要向百姓来宣告。 我们来看生命纪三十章。 我们看生命纪三十章。 生命纪三十章。我们看十九节。 生命纪三十章。 十九节。 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 所以你要拯选。 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在这里说,在这里神告诉摩西。 这里谈到说,我今日呼天唤地。 来向你作见证。 我将生死祸福来摆在你的面前。 而且你要做正确的选择。 神借着摩西颁布了诫命。 也告诉百姓说, 你们如果按照这个律法的诫命去行。 敬畏神远离二世。 你们就能够得着福气。 得着应许。 我已经把这些诫命放在你们面前了。 就好像主耶稣讲的这两种门路的比喻一样。 他已经将通往永生的道路向我们表明了。 他告诉我们,你们要做正确的选择。 你们要进窄门,走小路。 因为窄门小路是通往永生的。 就像生命纪三十章十九节这里所说的。 你们要拣选生命。 那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 所以在这一个天路的这个历程里面。 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阶段, 会面对不同的抉择。 这时候你要如何的做选择呢? 圣经已经将生死或福的道理向我们阐明了。 当然我们现在都有很多的这些知识。 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一个判断。 所以保罗伯也曾经这么说。 你们要查验可为神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当然神的旨意我们很难理解。 但是在生命的历程里面。 如果我们敬畏神。 我们选择的时候。 一定是按照道理而行。 按照圣经的教训去做选择。 对我们现在的人来说。 我们有知识。 我们知道怎么样去选择。 但是对旧约的这些选民来说。 事实上当时教育并不普及啊。 所以从旧约圣经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这些选民常常违背神的命令。 虽然这个走了四十年的旷野路啊。 虽然经历了许多神的恩典。 但是神知道他们常常会忘记。 所以在生命记里面。 神要这个摩西亚告诉百姓。 你们进到迦南地的时候。 你们要做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事实上对这一个百姓来说。 简单的也是要告诉他们你们要做正确的选择。 我们看生命记的第十一章。 生命记第十一章。 十一章二十九节。 十一章二十九节。 即是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入要去得违业那地。 所以你就要将祝福的话成名在基利新山。 将咒诅的话成名在以巴路山。 这里神特别吩咐摩西。 说你们进到这个神议许的迦南地的时候。 你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将神祝福的话成名在基利新山。 将神咒诅的话成名在以巴路山。 我想这段历史我们从耶稣亚记当中就能够明白。 当摩西死了之后,带领以色列百姓的重责大人就落在约苏亚的身上。 约苏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 他们来到这个约旦河的西边呢。 进入了迦南地。 他们面对第一场征战。 就是耶利哥的征战。 这一个百姓他们非常的同心。 按照神的吩咐来绕城。 结果顺利就将耶利哥城攻下。 那攻下耶利哥之后呢? 接下来他们就要去攻打艾成。 但是在攻打耶利哥的时候,神吩咐他们。 耶利哥所有的这些活着的都要杀死。 所有的财物都要归给神。 不可以失智拿。 但是这个亚干呢,却贪爱这个耶利哥的这个财物。 因此他连累了以色列百姓。 他们攻打艾成的时候,在艾成人面前逃跑了。 并且有一些人因为艾成而死亡。 这时候耶稣亚非常的伤心难过。 他也不知道原因啊。 然后他们就开始抽签。 结果抽出亚干一家犯罪。 当然艾成失败之后,他们也继续教训。 不敢轻敌了。 不敢轻忽敌人。 他们重新整理之后,就再次攻打艾成。 当他们攻下艾成之后,这时候的约书亚,就想起摩西对他们的吩咐。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生命纪十一章二十九节。 那接下来,我们看约书亚纪的第八章。 约书亚纪第八章,我们看三十三节。 三十三节。 以色列众人,无论是本地人,是寄居的,或和长老、官长并审判官都站在约会两盘。 在台耶和华约会的祭司立位人面前,一半对着基利先山,一半对着以巴路山,为以色列民来祝福,正如耶和华胡人摩西先前所吩咐的。 三十四节。随后约书亚将律法上面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一遍。 这里圣经这么记载。 这个时候的约书亚,他知道了,如果没有让这些百姓了解神的律法,如果他们再次违背了神的命令,他们要像爱成一样不断的失败。 虽然攻下爱成,他们没有趁胜追击,因为接下来迦南地还有很多城必须要去攻打。 但是神为什么要他们把祝福的话成名在基利先山,咒诅的话成名在以巴路山呢? 参考一些圣经的资料。 基利先山呢?是一座清脆的山脉。 就像我们这里一样,到处长满了树。 来到我们这里呢,传道说,有时候还会看到野生动物啦。 因为周围都是树林啊。 那基利先山呢,事实上就是这么一座,这一个森林茂密的这一个山。 充满了生命啊。 那相对的这个以巴路山啊。 在原文上面,它就是光秃秃的石头。 是一座石头的山。 上面都长不出什么植物来啊。 就像之前来到美国去拉斯维加斯一样。 到处都是这个荒漠一片啊。 都是石头地。 那为什么祝福的话要成名在基利先山呢? 就是要让百姓能够知道。 如果你们做正确的选择, 按照神的命运去行, 神的祝福就要临到你们的生命了。 像这基利先山,如此清碎,充满了生命。 如果不是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行, 那你们的生命就像这以巴路山一样。 光秃秃没有生命啊。 所以,在我们信仰的生活里面, 我们可以感受到, 凡是遵守神命令的, 按照道理而行的。 事实上,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总是充满许多神的恩典。 相反的,如果是常常顺着自己的施欲去行的。 按照世界潮流去做的。 不聚会,不敬畏神。 他的生命常常是虚空的。 即使赚了很多钱,也没办法享受生命。 没办法享受从神而来的恩典。 所以,神会这么样吩咐耶稣亚,吩咐摩西。 就是要让百姓能够知道, 你们要做正确的选择。 所以,从创世之初到神颁布律法。 一直到耶稣产明天国的道理。 他都不断地吩咐我们。 要做正确的选择。 要选择那通往永生的道路。 要选择通往永生的这一个门路。 这是两种门路在真理上面第一点的教训。 另外,主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这么说道。 这两种门路,他这一个有不同的特色。 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引到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走的人很多。 引到永生,那个窄门小路走的人少。 这形成一种对比。 这个宽和窄,大和小,是一种对比。 它是来形容这一个容易和困难的两种对比。 宽象征的就是容易、方便、快速、可以任意而行。 那窄呢,它象征的就是不容易。 那必须要受约束。 甚至有时候要牺牲。 所以,这个进天国,会面对许许多多的困难。 天国路不是非常的平整的。 是弯弯曲曲的。 有时候会看不到前面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就像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保罗曾经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进天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所以,这个宽和窄,我们要做正确的这个选择。 事实上,就非常的不容易了。 这必须要有属灵的智慧,才能够看得透。 一般世人所追求的,就是容易、方便、快速。 甚至呢,会按照自己所想要的去行。 在不知不觉当中,我们就走到一条灭亡的道路。 走这个窄门小路啊。 常常会受尽委屈。 然后还要面对一些牺牲。 所以呢,我们要走窄门小路啊。 并不容易了。 所以,如果我们不是对神有非常坚定的信心。 我们常常呢,就会随着世界的潮流而行。 尤其在现今这一个世代。 我们所追求的,都是一个快速方便的一个生活。 面对困难,好像不是我们所喜欢的。 所以,当困境临到,你要随着世界的潮流去行呢? 还是耶稣自己来持守道理呢? 真的,这是一个非常难做决定的。 所以彼得也这样告诉我们。 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一章。 彼得前书第一章。 第一章第十三节。 十三节。 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首。 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 这个就是选择窄门小路的一个心态。 所以真的不容易 所以宽和窄它是一个象征 要有正确的选择需要属灵的智慧 不是按照这个社会、世界的潮流在走 那这个宽和窄另外一个内涵 窄、小、预表的就是不容易看得见 宽和大代表我们常常都看得到 而且看得很清楚 但是这宽和大却是通往灭亡 所以一般世人都是眼见为凭 都是看那个看得见的 都是凭着眼见为凭 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在走这个旷野路的时候 当时有摩西带领他们 有神的云柱火柱来引导他们 当摩西呢,上到西乃山上的时候 一连四十天摩西都没有下来 西乃山上雷锋大作 又有火像烧一样 当时百姓就向亚伦发言言 带领我们的摩西已经死在山上了 他们看不见摩西 他们心里就害怕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这些百姓要求亚伦为他们造一个金牛犊 然后造了金牛犊之后 亚伦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真神 我们人常常是看那个看得到的 以为看不到的就不存在 就是窄门小路也是这样啊 所以我们要用信心来走这一条道路 如果我们是看到才相信 主耶稣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才真正是有福气的啦 所以我们在奔跑天国路的过程里面 我们应该要用信心来走这一条天国路 接下来最后一点 这里谈到两种门路 通往永生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 找着的人也少 通往灭亡的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 进去的人也多 这里谈到人多人少的问题啊 人少会使我们感觉孤独啊 人少会让我们产生怀疑 在现今这一个世代 我们常常强调这个民主 那民主简单来讲就是 这一个多数人认为对的就是对的 这一个少数要尊重多数 要服从多数啦 多数要尊重少数 要尊重少数 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不是这样的 因为世人在罪里面 大家认为对的东西 是真理吗 在罪当中的人啊 到最后用民主表决出来的 却常常是违背真理的 所以呢 在这一条天国的道路里面 他有一个现象 就是 今天要走这一条路的人 是少数 圣经里面也这么样说到 神的选民 在神的眼中啊 是独居的民 我们看民数记二十三章 我们看民数记二十三章 我们看第九节 第九节 我从高峰看他 从小山望他 这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中 这里 记载着 神 看待他的百姓 当时 这个巴兰先知啊 受到 摩耀王巴勒的 这一个 引诱 要巴兰去咒诅 以色列百姓 但是 神出面阻止了 后来巴兰清楚知道 但是呢 他还是 心里 起了这个贪念 但是神就直接告诉他 你不可以这么做 所以后来巴兰就做这个诗歌 神没有咒诅的 我焉能咒诅 耶和华没有怒骂的 我焉能怒骂呢 我从高峰看他 从小山望他 这是独居的民 不列在万民中 今天 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 我们都是 主耶稣 用他的宝血 拯救出来的 我们有 尊贵的身份 相对于 所有的这个 在最终世上的 这些人们 我们就像 独居的民一样 我们是少数啊 但是 我们却有一个尊贵的身份 所以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面对世界这个潮流 我们要如何能够做正确的选择呢 主耶稣他也知道 所以他在升天之前 就在科西玛林园的祷告当中 也特别为我们祷告了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我们看十四节 十七章 十四节 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 世界又恨他们 因为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十五节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 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二者 十六节 他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十七节 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 你的道就是真理 十八节 你怎样猜我到世上 我也照样猜他们到世上 十九节 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 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 这是主耶稣 在科西玛尼园 最后的祷告 为我们所祈求的 我们属耶稣基督的人 神 主耶稣不是说叫我们就马上离开世界了 我们在世界还是在走一条天国的道路 但是我们要如何做正确的选择呢 我们应该借着真理 使我们能够成圣 借着真理来做正确的选择 能够分别为圣 成为这一个相对于这个世界独居的民 所以 主耶稣讲了这个两种门路的比喻 我们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他却贯穿了整本圣经 鼓励着我们 在我们奔跑天国道路的过程里面 我们要有属灵的智慧 相对于这个即将毁灭罪恶的世界 我们应该坚持所信的道 靠着圣灵的引领 做正确的选择 以上做我们彼此的分享 我们一起同心默道 Let's pray in silence